国家统一纲领 它里面有原则 有目标 目标是要建立民主自由均富的中国 承认两岸都是中国的领土 而且我们要促成国家统一 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它里面还很清楚 有进城 中城 远城 这三个阶段 就规定好啊 就是国家的政策就要去做 进城要怎么样交流 然后秉除敌对状态再怎么样 然后中城要怎么样 未来远城是成立两岸统一协商机构 这如今看起来都变成笑话一则 是李登辉开始做台独的一个课纲 开始做台湾 认识台湾这个教会书 开始洗学生的脑 从李登辉一直到现在 年轻人越来越不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可是我们翻开所有的历史资料 我们是中国人 连那些台独的外国人 他们都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中国人是政治名词还是文化名词 这个我们就不细究这个问题了 我们讲统一的话 全世界有很多地方在讲统一 法国的魁北克西班牙 也在搞统一运动 独立运动 不是统一 独立运动 分离主义 分离主义 加拿大的 魁北克 魁北克 还有西班牙的 加泰隆尼亚 有很多这个分离主义 但是你必须在 这个分离主义 有几个国家在同情你们 有几个国家在赞成你们 我看像台湾这样子 只有我们自己在搞的 大概没有几个 但美国跟日本在后面 偷偷摸摸的 人家是有些会得到一些同情 是因为他的历史姻缘 他的背景 会让人觉得这些人 因为他如果不独立的话 不分离的话 他们是被压迫的 那没有话讲 那台湾的 我看没有人是在同情我们 有的就是 没有啊 就是日本跟美国一些 政治野心者在后面 因为基于他的利益 他在慫恿你 他慫恿你为什么 就像美国好了 他为什么 时不时的就是 你台湾不可以 他不可以同意 他反对同意的 也不希望你们两岸太好 但是你说他独立 他也不愿意 因为他留着你在这个地方 他也好操弄 你不管走向统 走向独都不符合他的利益 所以他就在 不统不独最好操弄 这个是美国的野心 日本也差不多 因为他可以从中取利 本来那些小国家 他也都懂得这一套 连那个 我们现在有邦交的这些小国家 也是如此啊 断交的也是如此啊 他就利用你要统要独 他从中间莫取利益 今天我跟你拿一点 你没有了 没有油可以炸了 我跟大陆在拿 而且两边拿嘛 所以我们知道 把历史的真相摊开来看以后 我们就知道台湾所谓独立 完全是在我们岛内 完全是野心的政治家 利用这个民主的一种很脆弱的 无知的这方面的弱点 然后来抹取个人的政治利益 那列强呢 利用我们的这个来鼓动我们 好遂行他的帝国主义 能够操弄 能够对抗中国大陆这样子 既然我们了解了这一点 我想我们必须要面对 面对什么 如果说这个分离主义 可以达成的话 有能力的 有达成的可能 那么我也不一定就要反对 那你就做嘛 做得到我们就来做 我不要再把时间 耗在这个统独的问题上 那如果做不到 迟早要统一的话 因为这个统一来自于什么 两方面我们都讲很现实 我也不跟你讲历史背景 也不跟你讲文化条件 更不跟你讲这个 其他经济问题 我都不谈这个 我就谈什么实力问题 我们的实力 如果说没有办法 一定非得统一的时候 那我们就要面对 这无可逃避 我们就面对 做下来好好谈 怎么个统法 现在台湾还可以谈 还有条件谈 大陆也愿意谈 大陆愿意谈 并不是说怕你台湾 大陆现在是在崛起中 他不想破坏两岸的和谐 因为破坏了两岸和谐 会影响他的国际形象 老实说 这真正的原因 也不是他的武力不足 他的武力要统一台湾 绝对足够 有一些 有台的电视节目 有的时候听他们夸夸其谈的 现在有什么熊二飞弹 绝对可以 你一个小小熊二飞弹能干什么用 以为就可以 就可以把整个台湾海峡就把守住了 我们还有两个潜水艇 你知道人家舔水艇有多少 你知道吗 最近美国发表的这个军力报告 核子潜水艇 战略的战术的 有几条了 我们那两条是传统动力的 所以不要谈这个了 我们就既然如此 是因为国际形势允许我们可以谈 那我们就坐下来 好好谈两岸谈 谈出对台湾最有利的 而且不会有所损伤 乃至于有所争议的 这个条件来 大家来统一 这不是很好吗 峰哥 其实这个国际间的问题 还有两岸的问题 大家都要注意 就是说分两种 有一些国家跟地区 它是被决定的 有一些国家地区 它是决定的 台湾大家搞清楚 是被决定的 那至于说蔡英文 或者是李登辉 我认为都是汪洋大海 里面的泡沫星子 不值得我们太专严在这个方面 但是当然也需要一些 细部的一些研究 但是我要讲就是说 从1950年 从1949年一直到现在 将近70年的过程当中 其实前面的五年 就是说1950一直到1954 透过朝鲜战争 就是韩战 中美两国是武斗 是武斗 大陆是直接介入朝鲜战争 直接参战 可是呢这是第一阶段 就是武斗 第二阶段开始 65年是文斗 65年文斗 从1955年 一直到1970年 有个非常重要 就是中美大使级的会谈 谈了多少次呢 136次都是秘密的在欧洲的日内瓦 华沙 维也纳 这几个地方 那史学家说啊 这个是笼子之间的对话 臭乙郎啊 臭乙郎啊 为什么呢 你说的我都没听到 你说的我也从耳不闻 为什么呢 就是对话 就是对话 所以两岸之间 未来也必须要对话 不管是不是笼子之间的对话 那就是说 这第一阶段的文斗 斗了136次 到了1970年结束 为什么结束 当时美国总统尼克森说 我们要以谈判 代替对抗 而且呢 我就直接到北京 跟你去谈判 所以呢 尼克森到了大陆 准备要跟大陆建交 可是后来他发生水门案 所以就严割了这个事情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就是说大家不要忽略 其实我们是被决定的 我说的我们是指台湾 我们是被决定的 谁决定我们 整个国际的形势 还有大陆 大陆现在我可以这么说 就是整个中国中央政权的 一个代表 台湾是一个边陲的 一个地方政权 从历史的格局 它就是这样子 蔡英文你不承认 或者是未来台湾的领导人 你不承认也不行 台湾从整个历史格局来说 它就是一个边陲 所以我们不要忘了 从过去的武斗文斗 未来中美之间会不会有武斗 不知道 但是呢 我们就是台湾地区的老百姓 必须要有个充分的清醒的认知 自己不要成为别人武斗的炮灰 所以呢我们在讲台海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坚持和平解决 我们不要成为炮灰 这个是台湾人民 必须清醒认知到的一个问题 我们是被决定的 但是我们可以不用被决定 如果你台湾人是中国人 如果你不会搞台独 如果你心心念念我们中华民族 自己的利益 我们就可以决定台湾人自己的未来 我们就可以不用做美国的棋子 不用做美国的开门狗 两岸就不会战争 我们可以自己主动去争取 我们要什么时候跟大陆谈 我们要谈什么 我们要怎么样的 如果我们跟大陆是自己人 那自己人不能够自己坐下来谈吗 那不能够最后决定 我们台湾人的未来吗 所以如果你不要被决定 如果不要被动 你就主动出击 主动跟大陆谈 但时间是滴答滴答滴答在过去 那个主动的可能 那个窗子是越关越小 越关越小 听听看习近平 制度不同 不是统一的障碍 更不是分裂的借口 一国两制的提出 本来就是为了照顾台湾现实情况 维护台湾同胞利益福祉 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势 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 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 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 会考虑到台湾的现实状况 然后会照顾到台湾人的利益 还有另外一个抽象 就是会照顾到台湾人的感情 这什么意思 台湾人里子面子都会有 台湾人最在乎的kimoji都会有 但是什么样子才符合我们的kimoji kimoji就是我心情 心情愉快 什么样才符合我的利益 什么样子才是我的现实 我要的东西 那你不讲 人家是你肚子里回虫吗 你到底要这个 你到底要 当然去讲啊 可是一国两制在台湾就是一个脏字 我们每个台湾人其实都知道说 台独不可能 你会统一 那你统一以后你到底是要什么 你要一国一制吗 那也可以啊 原来我们台湾人不要一国两制 喜欢一国一制吗 他照顾到台湾人的利益 台湾人的心情 台湾人的愉快 然后台湾人的现实 你喜欢的制度都可以保留 是充分对你的体贴 台湾人说不要我什么都不要 台湾人喜欢一国一制是吧 那也很那更好啊 这样更好可是更奴啊 而且这就是被变成 濱临城下之后 你勇敢 好了勇敢打一仗对抗了 然后血流成河之后呢 剩下的人变成 签下了这个城下的这个制约 第二种可能竞平会不会是 你被统一 军队来了以后 然后台湾兵 台湾的兵 爸爸妈妈都打电话 赶快逃赶快逃 不要打 不要流血 赶快回家 坐计程车赶快回家 跑的跑 散的散 谁要帮台独打仗呢 死的死 然后剩下的 你就只能签成下之约 成下之约 从古到京 从西方到东方 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你只要签成下盟约 通常都是 那个防守方被攻破之后 你只能接受人家的制度 所以当刚刚我们在讲说 这些人家提出来 优惑的条件 和一些状况跟待遇 还有前提 他这样的讲法 是其实把你当自己人 他不是把你当外人 因为两岸同文同种 血缘相同 那两岸一家亲 甚至两岸一家人 他不是把你当一种 外种族的敌国的 是家里人 自己人 所以可以谈 然后他知道说 台湾人到目前为止 不太适应大俄制度 那你就有自己的制度 那台湾人到底在反对什么 他到底是反对这个两制 还是在反对这个一国 到底是在反对什么 台湾人在不高兴什么 他其实不会反对一国 真正的反对 是从上位者 在上位者 现在拿到权力的人 他反对的是 他的权力不见了 所以那一个国 对对对 你是桃园市议员 所以你帮我们解释一下 那个政客 他们的内心是什么 他想到的是 他位置没了 他资源没了 他不能调动自己所有这个国家 现在照理说 我们中华民国 国家里面这些名气 这些权力 这些这么多的这个钱 这么多的这个税收 他认为说 这些他位置没了 他全部都要往上脚 或怎么样 全部都变成说对岸说了算 然后我们都要听他的 他自己呢 也变成什么都不是了 可是不是还有选举继续吗 选举还有啊 他就会拿香港的制度来故意 业余 台湾你要变成今日的香港吗 说鸟龙的选举 选举全没了 无论如何 他也都不相信对方提出来的这样一个状况 我在高中的时候 读过这个以前教科书 国立编译馆 我们都开玩笑 国立编译馆 编出来的三民主义 当时的蒋经国 小蒋有说过一句话说 现行我们的三民主义实行的就是 精神跟物质生活 跟对岸的这个比较 等到大陆的物质跟精神生活 富足了 我们才可以好好的去谈统一 其实是殊途同归 那今天的人不想这样想 就是因为他害怕 他能够拿到这些资源全没了 教授 我们本来就是被国际社会决定的 我每次都我就讲说 1971年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 然后联合国的息事 我们就被对岸代表走了 那这个是谁决定的 美国 美国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 就联合国际社会决定了 台湾为什么不能够发展核武 联合国 北洋为什么不能发展核武 联合国 为什么美国跟大陆可以发展核武 联合国他们发展 我们是被决定的 那我们再想想看 在1971年那时候的大陆 不是很强 GDP也不高 但是美国为了跟整个国际社会 为了他们的利益 让我们退出联合国 现在整个国际社会 大陆的力量有多大 再来大陆在整个国际社会 包括一带一路 能够影响的力量有多大 那其实大陆现在 吉林讲这些话 对我来讲 算是很客气的 就是在他越来越强大的时候 还是希望兼顾到两边人民的想法 我还是要强调 现在我们的宪法就是一国两制 中华民国除了台湾地区之外 台湾地方之外 还有大陆地区 大陆地区就是中华民国 非台湾地区的领土 所以中华民国的领土 也包括大陆 大陆的制度跟台湾本来就不一样 蔡英文你要知道 你是依憲法当选中华民国总统的 你有责任在憲法没有改变之前 去正式憲法造成的一国两制的事实 但这个现在目前的一国两制 将来如果要统一的时候 能够维持到现在情况的多大 当然越大对我们是怎么样 越有力 要多大要怎么谈 在对方还没有强到说 变成世界第一强权的时候 我曾经有公交单位找我去跟他们演讲 他们问我说未来两岸会怎么样 我说万一对岸将来变成世界第一 武力强权的时候会怎么样 他说了算啊 美国为什么可以打伊拉克 他现在是武力第一强权 我要打就打 你要怎么样 我们要不 台湾应不应该及早 赶快跟大陆谈 然后签一个和平协议 然后台湾人喜欢要什么 就跟大陆讲 对就等到 像你们讲 等到兵营丞相 那时候就没什么好谈了 那为什么不能够再争取 真正最大的福祉的时候 我们勇敢的来谈 我们要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我要什么 我要告诉你啊 我喜欢吃面 还是我喜欢吃饭 我吃辣 我不喜欢甜食 我怎么样 我台湾人很讨厌你知道吗 台湾人你喝一个奶茶 冰 然后微冰 小冰 冰就很多种选项 糖 正常 七分甜 然后呢 五分甜 然后微糖 然后无糖 然后你茶要怎么样 然后怎么样 台湾人很讨厌 我们总要 我们每一个做 那个茶饮店都要 很多种选项啊 那你如果不讲 那饮料店就是 他随便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这么简单的事情 为什么台湾人要什么 不大声的 用力的 告诉对方 我要什么 然后我们坐下来 我们去买一杯奶茶 我们都要告诉人家 我要喝什么 我要怎么样喝 我要不要加珍珠 还是我要加什么 那为什么台湾人 这么蠢 这么大的事情 你不跟对方讲 你要什么 你不要什么 你不能像马英九嘛 八年 八年个克纲都改不了 这样子的一个领导人 还有玻璃吗 所以未来领导人 要展现他是一个 中国人的精神的话 从修改克纲开始 拨乱反正 让台湾地区的 两千三百万人民 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而且呢 以当中国人为荣 大家共同致力 中华民族的强大复兴 这样不是很好吗 台湾人都知道说 台湾将来 台独不太可能 它大概就会是统一 那统一要怎么统呢 你要武统还是和统 和平统一 还是武力统一 台湾人自己选 统一以后 你要什么制度 武统濒临城下 打得稀巴烂 台湾人要死多少人 濒临城下 然后台湾人就鸟寿散 然后那样子也没有尊严 你也没什么好谈的 还是要怎么样 统一过去从来不是问题 包括从蒋介石 或者蒋建国时代 那时候的统一 都是大家心里想的话 台湾最大的超商叫统一 台湾 台南人开了大的企业叫统一 那时候所有的中山陪路 最好的饭店叫统一 那时候就是一个这样的概念 根本都不是问题 还有一个球鞋品牌叫中国墙 是 所以你今天看到了布袋系的大侠也叫中国墙 所以你看到了整个那时候都不是问题 但是我们后来发现了国民党里面 出了内洁 李登辉 那时候他把日本人很多观念把它弄进来 弄进来他们最想到的就先洗脑 他们在课纲里面修改 配合李彦哲 所以这些他是一个形式渐进的一个手法 这个手法有效 对他们来讲 现在正在收割他们的成果 可是当他们只喊台独又不敢做的时候 慢慢被台湾人看穿了 发现台独只是带来了台湾的不安定 过去马航九执政 马航九为什么两次会赢得选举 因为九二公司 让大家觉得台海是安定的 可以互相来做生意 民进党发现不对了 独派发现不对了 他们借着太阳花把它丑化 丑化以后就说你看这就是卖台 2014年就开始了 所以国民党没有辩路人力 整个兵败如山倒 我们可以看到了 包括台北市长柯文哲选上了 总统蔡英文选上了 然后这些声势越来越强 可是台湾人发现不对了 因为独派的人不敢 执政了又不敢做台独的事 被谁拆穿呢 被韩国瑜拆穿 韩国瑜说九二公司就是定海神针 高雄从我开始做起 全台湾都热泪响应 他不是已经不是在想高雄市长了 他每个 每个县市国民党几乎都大赢 赢了15个县市 这一股潮流变成让大家觉得非常吃惊 民进党发现说我们的谎言 被一个秃子给拆穿了 那现在呢 他们就借着习近平1月2号的谈话 说习近平也是认为有九二公事 然后他们把九二公事把它画上一口两字 把它画上等号 开始来加强丑话 然后现在便有少部分的人有动摇 可是因为那是民进党用他的话术 他骗你告诉你九二公事就是一国两制 可是国民党也不要一国两制 所以现在我们台湾怎么办 都不要谈都不要去想 然后反正台湾自己选举自己 再选举几次中华民国总统 其实台湾就结束了 要结束也很快 这个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现在大陆我想统不统一 统一以后一国两制 我确信是符合大陆的利益 那一国两制符不符合台湾的利益 当然符合台湾的利益 为什么大陆第一他兵不血刃 他用不着用武力 他不用战争 他不用战争 他能保持一个很好的和平形象 然后台湾跟大陆结合起来 有一个什么好说 台湾是一个科技岛 这个科技两个互通的话 对大陆有正面的意义 第三如果结合了用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 台湾可以扮演一个什么角色 类似以前的围海卫跟天津卫 这个是国防的概念 围海卫跟天津卫 台湾可以作为整个中国大陆的前沿基地 就是说据欧美这个海洋国家 要侵略中国大陆的时候 可以做一个防卫的这个功能 你现在变成是他的毛 那如果这个同意以后 可以变成中国大陆的盾 台湾由毛变成盾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本来是美国要把台湾当作毛 刺你中国的 可是如果同意以后 变成中国大陆的盾 可以防御你美国的 可是台湾人就问 一国两制对台湾有什么利益 我给你有什么利益是吧 那么多的人口是我们的市场 那么大的范围土地那么大 台湾人很多是大陆赚了很多钱 什么原因 他知道台湾他只要有办法赚一千块的 他可以到那边去赚一千万 什么原因 因为他人口基数大 他人口基数大到你可以 只要你有才能你就能发挥 这个很清楚 我们上一辈的台湾人很多 就现在一些老式的财团 我后来发觉到他们 很多赚钱都从大陆赚过来 日去时期就开始去大陆赚钱 可是那个是统一的 对台湾的好处 统一对台湾的好处是 我们不是两千三百万人 我们叫做14亿两千三百万人 那个就毛根顿嘛 但是一国两制 对台湾的好处是什么 一国两制对台湾的好处是什么 国民党民进党都听到一国两制 就说就视为是邪恶的 不接受的 为什么台湾人不接受 他没有去探究 他没有去探索到底两制指的是什么 如果照你现在那个看板上 这样子来讲 唯一的就是最重要的 不可鼓吹台独 对 本来你统一了还鼓吹台独干什么 是不是 你老是已经回归这个家庭了 你老是要出走 是吧 我们中华民国宪法 现在也说你也不能够推翻 对没有错 其实台独是违宪的啊 那台湾人为什么可以讲台独 你跟那些人讲这个违宪与否 那个都已经没有意义了 你知道吗 我不想跟你再浪费时间 我们讲很现实一点 对人民有什么好处这样子 台独对台湾没有好处啊 你说现在社会保障 大陆的社会保障 会输给我们台湾吗 不会啊 他们现在无保 会输给我们台湾吗 不会 对台湾只有更好 不会更坏 我举个例子 你说西藏 你说新疆这些 藏有藏毒 将有将毒 他们还不是汉人 还不是汉人的系统 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体谅他们 他们还不是汉人系统 但是中国大陆政府呢 对他们的忧郁 优渥 绝对台湾会更好嘛 因为台湾地位跟他们不一样 所以你说台湾有什么好处 好处太多了 只有一个不能鼓吹台独这样而已 那个权利我们可以立刻放弃好不好 我想这个台湾我刚刚说台湾地区虽然是被决定的一方 但是还是有一些可以自己决定的 比如说下一任的领导人 下一任的这个总统 他可以就是说从先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开始 比如说把克纲全部改回来 拨乱反正 就是说承认中国人开始呢 这作为一个拨乱反正的一个开始 我们上次讲这个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就是蒋经国晚期的时候 这个提倡的一个运动 我告诉各位 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他早就已经做了 就是大陆 你看大陆天安门广场 他早就有孙中山先生的画像 就是三民主义是谁在实践呢 台湾根本没有在实践 是大陆在实践 所以我们从大陆的一些实际的作为 我们可以知道 大陆对于三民主义 就是孙中山先生的理想 他是非常非常的严格的去落实 这个具体来说 比如说这是广州港 孙先生说要南方大港 要东方大港 就是上海这一个区域 现在北方大港 他的港基本上就是世界全 世界前十大 这个还不叫实践三民主义吗 所以孙先生所说的和平 奋斗救中国 谁做到 谁和平奋斗救了中国 中国大陆啊 大陆他已经完全实践了孙先生的理想 达成了孙先生的任务 那所以我觉得在台湾地区 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先从承认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开始 一个为政者 你就要有魄力嘛 你不能像马英九嘛 八年 八年个克纲都改不了 这样子的一个领导人 还有魄力吗 所以未来领导人 要展现他是一个中国人的精神的话 从修改克纲开始 拨乱反正 让台湾地区的两千三百万人民 承认自己是中国人 而且呢 以当中国人为荣 大家共同致力 中华民族的强大复兴 这样不是很好吗 而且时间一直在过去 拖越久 读台读教科书的人口越多 一代一代 长成一年一年过去 很快 如果我们不再这一代解决 当我这一代的人凋零之后 台湾两千三百万人 都不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 那样选出来的人 政客就会是依循选民的心理 台湾两岸和平统一 就绝对无望 你一想把中华民国否定 什么这个人家没办法接受 是我想客观上 中华民国有它的决定人物 那主观上 大家对它有感情 这样的话慢慢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的口号 是叫慢慢希望 对于还有中国情怀的人 能够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 今天我们再一次的专访 中华统一促进党总裁张安乐 来谈一谈现在台湾面临的一个状况 其实多数的台湾人你去问他 不管是总裁 不管是公司的董事长 总经理还是计程车司机 还是路人家 其实大家心里面都知道 台独是不可能的 对 台独不可能 对不可能 那剩下的一个就是 维持现状跟统一 可是什么是维持现状呢 维持现状会维持多久 台湾喜欢这样不明不白的现状吗 总裁 现状最多只能维持十年 然后未来最终天下和久必分分久必合 最终要统一 那统一就两种 一种是武统 武力统一 一种是和平统一 你觉得台湾人为什么 不愿意去想统一这件事情 是因为政党政治 然后因为什么样 因为政客还是因为洗脑的关系 因为被政客洗脑了 政客为自己的利益 包括蓝跟绿 都想做临危机头不为牛后 他想做三大王 你觉得这是心理吗 最重要的心理 对 这种情况之下 最后倒霉的是老百姓 所以我们如果说 现在台湾拒绝合同 最后面临就是武统 武统台湾会怎样 武统有两种方式 一个我讲着 我们比如说大陆讲北平模式 我举个例子叫江湖模式 因为台湾人媚日 我就讲了 当年产经新闻的记者来访问过我 他说你为什么主张统一 我说你日本你问得真好 当年在明日卫星以前 你们日本是反正格局 三流国家 统一以后你变一流国家 他又问 那你为什么主张政权起义 我说你日本问得真好 那一九不是一八六八年统一大师来的时候 西乡农胜的部队一路打到江户的时候 德川幕府的大本营 江户做了一个很明智的决定 五血开城 他派一个叫圣海舟出来跟西乡农胜谈 五血开城 好了结果了江户人民的生命才能保住了 后来日本人把都城搬到江户 就现在东京 江户人都发了 这叫做江户模式 还有一个模式叫做惠金模式 当时有个惠金凡的凡族叫松平若宝 松平德川家本来就姓松平 他想做我的赏大王 他就拒绝 结果是长洲的部队 就现在山口县的部队过来了 结果惠金的子弟全部阵亡了 死光了 结果松平若宝怎么样 投降了 投降 而且长洲不准惠金收尸 那个尸体就铺在战场上铺了半年 后来惹了大瘟疫才开始收尸 所以惠金的人对山口县到现在还有仇恨 据说前几年山口的人到了惠金 你要住旅馆 你是山口的 不要 坐接人车 山口的请下车 所以这惠金模式最后怎么样了 使得都是无辜的这些战事 松平若宝投降了 做官去了 自己得到利益了 所以两个模式 以日本的统一来讲 日本人他们自己统一 江湖模式 江湖模式大家都开心 大家都赢 大家都发 就发大财 另外一个就大家都死 只有那个领头的人投降 每天说我们要勇敢 我们要对抗 我们宁死不屈 结果大家都死了 他荣华富贵 那这是日本的模式 我们台湾人可以自己想一想 大陆当时国共内战 其实台湾现在跟大陆的状况 我们现在中国人之所以没有办法统一 就是国共内战的结局到现在为止 那过去整个大陆被中共拿下来的时候 有一种模式 当然有的就是直接打进去 直接流血 然后占领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北平模式 那北平模式又是什么呢 跟台湾人讲一下 北平模式也就无血开城嘛 富座义无血开城嘛 北平模式富座义做一个很明智的决定嘛 当时有一个当时在三大战有一个叫天津模式 叫平均战役天津模式 天津就是打进去了嘛 就天津的首将叫陈长杰嘛 后来被俘虏了嘛 那北平模式就是无血开城 中共的兵到北平门口了 然后副座义投降了 起义了 起义 赠前起义了 或者说以国民党的这方面来讲叫投降了 然后北平没有流血 没有一颗子弹 然后北平后来改名叫北京 现在变首都了 那不跟江湖很像吗 好那这样子 那再来看台湾 台湾如果将来 如果我们要统一 我们什么时候跟大陆谈最好 我想因为了 现在两岸 我们总可以要讲说我们要什么吧 可以吧 如果是和平统一 坐下来谈的话 大陆讲得很清楚了 国号 国歌 国旗 国徽 我们都可以商量 台湾现有的保有一切 除了要分裂国土的自由 没有以外 一切招救 甚至国号国歌都可以谈 但这个机会已经没有了 我六年以前回来写了一本小册子 就讲到国歌国号都可以重新谈 那我们现在已经不这样主张了 我们现在主张是 缅怀中华民国 拥抱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什么这样说 缅怀中华民国 拥抱中华人民共和国 因为台湾现在这样子 大概有一半的人 对中华民国还有感情 对 可是但是对中华民国有感情的人 多多少少还有中国情怀 对 但是因为中华民国的情节绑在这边 他裹不去 所以我讲过了 中华民国四个字 现在是统一的绊脚石 是台独的护身符 台独护身符 我们都懂嘛 对不对 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成为台独的护身符 统一的绊脚石 为什么呢 你知道台湾一个最寒烈运动 叫棒球运动 对 棒球有高飞球有全雷达 这堵墙过了叫全雷达 没有过叫高飞球 对 要揭杀是死一个的 那很多人还有一些 就是中华民国的 有中国情怀 还要我要统一 可是当政客一喊 我要捍卫中华民国 过不去了 变成统一的绊脚石 你这个说法我第一次听 我讲了 很有道理 对 为什么讲缅怀中华民国 因为我是这样讲的 有一次我在一个聚会的场合 我讲了 中华民国 在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场合里面 写下了管辉的一页 哪一页 鸦片战争以来的百年耻辱 在中华民国的旗帜底下 国共两党团结一致 领导全国人民 打败了日本 光复了台湾 百年持住一扫而空 变成世界四强之一 这是伟大的阶段性任务 但是另外一个伟大的使命 我们民族要伟大的复兴 我们万事太平的到来 这个使命中华民国自己没掌握好 1945年中华民国日中之天 四年以后垮了怪自己 那这伟大的使命 自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这伟大的使命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完成 所以呢 那天我又讲到了 秦统一了中国 为大汉升为殿下的基础 随结束了南北的分裂 为大汉升是打开了大门 所以秦跟随 他历史上就有他的接战争任务 同样的我们中华民国 有历史上的接战争任务完成了 现在第二个接战争任务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来完成 所以我就干脆 因为就是缅怀过去的中华民国 拥抱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常常讲嘛 王耀明讲过一句话嘛 除山中这一意 除心中这一难 那因为现在叫泛南人 你说反台独都会 可是你要叫忘掉中华民国 这个情节不容易 很多人那个中华民国 他又没有办法去处理 就反而变成华毒了 对对对 而且这个华毒的声音跟力量 反而被台独使用 他利用华毒来对付中共 对付国家应该统一的这个事实 那怎么办呢 可是我那天演讲完以后 讲完一下来 两个女孩子就把我抱住了 他们是中华四海同兴会 中华黄埔四海同兴会最深蓝的嘛 他说你把我们的心结打开了 我中国人我当然要统一 可是中华民国这个情节我打不开 现在我高兴了中华民国完成了他阶段性任务 感情上可以接受 你一下把中华民国否定啊什么 这个人家没办法接受 是我想客观上 中华民国有他的阶段性任务 那主观上大家对他有感情 这样的话慢慢 所以我们现在提出的口号是这样 慢慢希望 还有中国情怀的人 能够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是主体 中华民国是朝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一个朝代民 这个朝代可能是千秋万事 中华民国是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他有非常崇高的理想 可是有非常悲伤的过往 从一成立之后军阀格局 袁世凯要复辟当皇帝 然后列强继续侵略中国 最后在惨败的 在所有我们先人的努力 很多人的私心 很多英雄的英勇 很多人的无私 有私心有无私 有奋勇有懦弱 这么多的流的血 这么多的挣扎 这么多的奋斗之后 在一九四五年 我们艰辛的抗战胜利 光复了台湾 一血前尺把鸦片战争 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恢复 但是还留下了台湾 后来在国共内战上 两岸没有统一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 把香港跟澳门都收回去 中华民国有光辉灿难的过去 但现在未来我们要什么 我们要的不就是中国吗 政客为自己的个人的利益 就像松平若宝一样 日本人叫松平若宝 一国两制就是 平常人讲 这是一个人类的智慧 高瞻原著 因为历史的原因 两个人有不同的体制 为了尊重 为了照顾 我们台湾人的这个幸福 特别提出一国两制 因为你们已经走到这个程度了 继续走下去 对我来讲 其实国号也好 国旗 国歌 其实你看到会很感动 可是你感动 你触发了那个旗子 或者国号 或者是国歌 它触动的其实是 我们对先人的怀念 我们对先人的敬佩 跟我们爱我们的国家 对我来讲 我的国家是中国 其实国号真的不重要 难道说 他换一个国号 或者怎么样 就不是我们的先人吗 难道有什么差别吗 如今我们的中华民国的国父 孙中山 他的理想 难道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难道不是中国共产党 在大陆完全实现 没错没错 那既然是这样 其实情感面依旧在 大陆如果能够正视 中华民国过去的一些成就 而不是只有看负面的 我相信台湾有很多 深来的人也更能够接受 可是那都是很小的事情 更大的事情是 台湾的人为什么 如此的抗拒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不是尊重台湾人吗 对一国两制被污名化 就刚刚讲的嘛 那些政客为自己的个人的利益 就像松平若宝一样 日本那个松平若宝 一国两制 就是平常人讲 这是一个人类的智慧 高张援助 因为历史的原因 两个有不同的体制 是为了尊重为了照顾 我们台湾人的这个这个幸福 所以特别提出一国两制 因为你们已经走到这个程度了 继续走下去 那人家常问我香港 那香港一国两制 香港怎么有问题 我说对不起 我常问香港人 英国人在那一百五十年间 香港人做梦都不敢梦说 总督你英国派 哎呀派我香港人吧 做梦都不敢梦 议员让我们选吧 做梦都不敢 回归了 现在很简单 议员开始让你选了 这没问题 那特首第一 现在是港人治港 有个间接选举 接着愿意给你开换普选 但是这个要审核 为什么要审核 因为被英国统治一百多年 你香港人是思想上 就像李登辉一样 你香港是 李登辉的思想是日本人 同样的香港人的思想 他中心想是英国人 这种当然不能用 就像台湾用李登辉 造成灯塔 祸害 对 所以他一个审核制度 那香港人 这就是希腊神话了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 人的欲望来了 英国在的时候 把他压了死死的 没有这个欲望 乖得很 每个总督都是白皮肤的英国人 而且没有经过任何民主程序 英国女王 英国首相说是谁 就是谁 香港人乖得很 和声反抗 而且当时英国的 香港那些各局的那个主管 政级都是英国人 富的都是香港女性 所以刚回归的时候 英国人走了 什么绿政师 什么师 全是女性 香港男性没人才 但是英国统治香港 是这样统治的 那现在呢 因为潘多拉盒子打开 人的欲望来了 你要补选 那就我要百分之百 这有个过程的 那不能够一步一步来吗 要一步一步 他就是 而且英国人真的 那天一个英国的记者 问我这个事 我说你英国人 你最没有资格问我 你的一百五十年 你给的香港民主是零分 现在大陆给香港的民主 大概六十分到七十分 你给英国 你们好意思讲 美国人当时在哪里 英国统治香港的时候 美国人有没有 替香港人讲话说 总督让香港来选 没有啊 没有啊 你英国人在干嘛 连议员都没得选 还总督呢 对 所以这个就是很荒谬 香港一国两制是成功的 因为香港的民主 是零分到了七十分 我们台湾的民主 大概已经有七八十分了 只会升 不会降 除了一个分裂国土的自由 没有 你做汉奸 自由当然没有 这台湾人很奇怪 难道不知道 主张台独的 其实就是卖台 就是汉奸 对 那中华民国宪法 也是不容 不容去颠覆 然后分裂国土的 那为什么台独可以公然在台湾 然后主张台独的政党 还可以去当选中华民国总统 违宪没关系吗 他现在就拿中华民国四个字 当护身符 挂了中华民国的招牌 卖台独的药 就是这样的 现在台湾两股势力 绿色是台独 蓝色是华独 那台湾人该怎么办 一句话 你说什么 台湾人该怎么办 我觉得台湾应该 应该支持一国两制 支持和平统一 不然武力统一 就是军事管制 军事管制以后 会被一国两制 会一国一制 是未定之天 谢谢 台湾人敢不敢勇敢 支持一国两制呢 够聪明的话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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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总裁 谢谢总裁 你觉得台湾人会做什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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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